虽然天气冷嗖嗖又下着雨 但是在双溪的明天宫 一台让长者们满心期待的 行动营法俱乐部进驻 这部特别打造的行动专车 包含有卡拉OK 线上平台 远距咨询等智慧科技设备 还搭配随行的老师 服务人员 新长辈纷纷前来参与 现场环小声不断 今天是那个行动营法俱乐部的 的文康车 这个车子出来是要给老人 给他们活动 不要给老人一直在家里 是这样的 觉得出来很好啊 我们对老人也都蛮亲切 老人他们都很开心 不错 老人都来过路过路 所以你每次都来 对 每次都来 不少长辈都是固定时间会来 然后就点上自己苦练多时的歌曲 就在大家面前唱得如痴如醉 也获得满堂彩 今天双西区长蓝瑞铭也到场 和长者一起高歌 场面很欢乐 旁边还有关怀据点志工在现场 长辈有什么疑难杂症 随时都可以咨询 很感谢社会局对偏乡的照顾 有这个行动影法基勒部文康车 那目前在双西区的话 是在我们的明天宫 南天宫 还有中正广场牡丹那边 一年大约有十几场的活动 那利用卡拉OK文康车下车 然后让我们的老人家带来欢乐 我们知道常常听到是说 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 但我们唱课的长者的话 能够让他们身体更健康 最主要是借这个机会 能够走出来 让他更社会跟人情 更加接触 双西区长表示 行动影法俱乐部专车行之有年 双西区有南天宫 慈安宫 明天宫 庆云宫 中正广场 健兴公托 每次都让长辈引领期盼 也希望长辈多走出家门 使用影法俱乐部 让身心都能更健康 解成为双西采访报道